好 各位大家午安 我們這邊有沒有聽不懂北京話的 都聽得懂 有沒有人聽不懂台語的 也都聽得懂 這樣我盡量 我盡量用Holoway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 Holoway也不是我們的母語 最近台北愛樂 台北愛樂他跟那個 我們的一個 一個很有名的作曲家 他們合作一個歌劇 重返熱蘭哲 跟紐約的跟法國的這些音樂大師 一起配合起來一個歌劇 如果各位有機會可以 南部也有演 北部也有演 你們上網去查 重返熱蘭哲 他裡面就提到說 我們本來台灣人 我們的母語 我們的母語是希拉雅語 各位有聽過希拉雅語嗎 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文化 沒有文字去傳承 失去的那個力量 因為他只有語言 所以希拉雅語現在目前 有一些考古學家 你看我們的母語現在變考古了 那 重返熱蘭哲 你就可以去看看 了解到 當初我們的希拉雅文化 所以我現在用 河路話 我用北京話 其實都不是我們的母語 只是我們被外來文化 所侵吞了 最后的這個考古 各位要下課了 心情比較輕鬆對不對 很緊張的嘛 我已經認渡惡脈快要打通了 我好不容易練功練兩天 每個老師講的都很有內容對不對 對 你都學到很多東西對不對 對 那這樣我就不用說了 你都學校了 一個一個你說不一樣 每個人在學習的 樹葉有專攻 我們就是從我們的專業裡面 去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我現在要告訴各位 1830年 秘書長從一剛開始 就有講到1830年對不對 1830年是一個分水嶺 1830年之前是什麼 只要佔領就是併吞 對不對 我們只要佔領就是併吞 所以呢 那個國家被我佔領了 那個國家就消滅了 Determinate 那1830年之後呢 佔領怎麼樣 不得宜轉主權 所以我們歷史 從1830年之前 我們再來看1830年之後 那我們先幫各位做一個歸納整理 最後一堂課就是總結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第一堂課各位記不記得 第一堂課 民主長在講時事 讓各位知道開幕致詞 第一堂課是什麼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對不對 各位都有課表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台灣的國際地位 到底現在正不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 為什麼不正常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我們去思考一下 有一隻小魚 有一隻小魚 問牠媽媽 媽媽 海有多大 請問一下媽媽能回答嗎 小魚生活在海裡面 問魚媽媽 海有多大 你沒有辦法回答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沒有出去外面 你沒有離開過台灣的土地 你的小孩子問你 媽媽世界有多大 你能回答他嗎 我們從小 國小 國中高中 我們學的歷史 我們學的地理 都是中國人教我們的 昨天 許老師有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我們每一堂課會 幫各位做一個總結 跟歸納整理 所以你很清楚知道 我們在台灣看世界 跟從世界看台灣 角度完全不同 對不對 那從台灣看世界 你會覺得 我們就是中國文化 我們就是龍的傳人 早上不是在談國語家嗎 我們是龍的傳人嗎 不是啊 那我再請問一下 昨天我們念到 那個Discovery 在講M174路線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祖先 照到你來講 從哪裡過來的 非洲 再來到哪裡 印尼嘛 所以印尼是我們的祖先 再來到台灣 台灣以後再到哪裡 日本嘛 再來咧 所以我們怎麼可能是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現在都是雜種 不是嗎 他昨天在講 中國人很多雜種 不是中國人幾乎都是 五族共龍嘛 所有的融合在一起 他們是雜種嘛 對不對 所以一點都不用 為我們自己是龍的傳人 感到自豪 因為那是假的 所以你如果在台灣看世界 你在台灣看世界 你看不到整個世界 就像你在海裡面 要問海有多大 你從宇宙看台灣 你從宇宙看世界 你的視野會開闊 所以為什麼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我從20歲出社會 我每年都把自己定進修的目標 每年我都會到國外去上課 去結交各國的朋友 你會去認識委內瑞拉文化 認識巴西的文化 認識各國 甚至你沒聽過的 你到每一個地方去 你在上課的過程到德國到 我是沒有去過俄羅斯 但是到美國到法國 這些地方在上課的時候 你會覺得認識到國際間的人 所有國際間的人 他們覺得很困惑 為什麼各位知道嗎 大概十幾年前 台灣的高砂族 他們為了要宣揚台灣 所以他們跑到聯合國 去宣揚台灣 他們跑到聯合國的哪裡 你知道嗎 跑到聯合國的泰國之下 泰國之下 因為這樣子可以避免中國的干擾 所以他們在 當他們有機會上台去發表的時候 他們開始發表台灣的時候 中國的代表聽一聽 欸 這怎麼不是你說泰國啊 他們不是在講台灣嗎 才舉手抗議 他們用泰國的 那個一個什麼 類似原住民的那種協會這樣 所以他們也是一個原住民 所以到那底下去 參加聯合國的大會 去宣揚台灣 很可憐 他要介紹福爾摩沙給全世界認識 要說我是泰國底下的代表 所以真的很多國際上的人 比較有在接觸的 他們都以為台灣 第一個我在跟他講 I'm come from Taiwan 他說 泰人 他以為台灣是泰國的一個省 還是一個島 所以很接近 泰人是台灣 泰國的台灣 我們是泰國嗎 也不是啊 昨天前天各位一直在上 各位就慢慢的慢慢的了解 台灣的國際地位 一點都不正常對不對 不正常嘛 我請教一下各位 我們這裡開中民意寫得很清楚 台灣民眾的主張第一條是什麼 這個你都可以去跟外面大家分享 你在座後面歸納齁 你要講那個別人聽懂的話 你跟他講M174 沒人聽懂 但是你用這樣講 依據國際法理 我們的國際 台灣國際地位 我們想要讓他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款 美国總統阿由台灣的贊娘款 這是我們目前的台灣的國際地位 但是在台灣的宣傳呢 從小就告訴你 台灣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不是嗎 各位年輕人學的歷史不是跟我一樣嗎 難道我們念的歷史教科書不一樣 中華民國在台灣對不對 完全不對 後來慢慢的歷史教科書教我們 他就寫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好 這個重點 我是要告訴各位什麼 我是要告訴各位說 從一剛開始 他在這裡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就在抓各位的注意力 我不敢說別的 我在國外在上的課 幾乎都在上注意力 什麼叫注意力 我先請問一下各位 各位知不知道萬有引力 那個牛頓那個蘋果掉下來 掉到他頭上那個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就是什麼 低性引力 低性引力的作用是什麼 低性引力的作用是什麼 讓東西往下掉 不是啦 讓所有的地球上的 所有的物種都可以 很輕鬆生活在地球上 它有一個很剛好的臨界點 讓我們在地球上 不會感覺到所有東西被往下扯 但是我們又可以被固定在地球上 想像一下 你如果在月球上 你沒有地心引力 是不是都飄著 要做什麼事情都很困難對不對 所以地心引力 它重要的 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讓你可以很輕鬆的生活在地球上 讓所有的萬事萬物都可以固定在地球上 對不對 如果地心引力跟月球一樣 那我們的樹不是都在飄 我們車子不是都在飄 我們人不是都在飄 好 想像一下地心引力就是注意力 注意力就是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會不會吸 或說我把好人吸在地球上 把壞人放到太空中 會不會 不會 所以地心引力 不管好人壞人 它都可以被吸在地球上對不對 地心引力的作用在這裡 地心引力就是要吸住所有的東西 沒有什麼叫地心引力 可以各位去想像一下 你的注意力跟地心引力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們常常在講 有一個物品叫做次原子顆粒 跟各位解釋一下什麼叫次原子顆粒 昨天 那個徐老師在跟各位講說 看事情每個瓶子什麼都有不同的角度對不對 次原子顆粒呢 就是存在的 你對這個物品的感知 它就變成一個次原子顆粒 那次原子顆粒呢 基本上 它在不在 它在 它隨時都是亮著的 但是當你的注意力 注意到它的時候 它就亮了 你的注意力 沒有注意到它的時候 它對你來講是暗的 但是它有沒有亮 有 台上你幫我把燈都關掉 把燈都關掉 好 你現在有沒有感覺到燈關掉了 再把燈打開 你有沒有感覺到燈都亮了 你有沒有感覺到燈都亮了 我現在如果把你後面很遠的燈關掉 你會不會感覺到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注意到前面對不對 你現在注意力都在我這邊嘛 注意力沒有辦法 去決定要注意什麼 當你的注意力 載著 那個感知 感知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載著那個資訊 你就會注意到了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每次上課 我都會跟各位 開宗明義讓各位知道 我們最後做一個結論了 我們上完課整個做一個歸納總整理 所以讓各位知道 你接下來覺得應該怎麼做 你要如何去作戰 你要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我告訴各位 我有一個學生 當我跟他在講這個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老師你講的真的很有道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他說他在念大學的時候 他們家在開工廠 在東吳大學旁邊開工廠 他們爸爸就要向你交代 你現在念大學了對不對 你要找那個配偶 只有兩個條件 這個兩個條件之外都可以交 他先跟他說 不行嫁 第一 不行嫁中國人 他那時候說過世了 就像我昨天那個 徐老師講 我們很卑微的那樣 父親只要告訴你說 你不能 千萬不能嫁給中國人 免得被滅族 所以第一 跟他說 你不准嫁中國人 第二個 你不准嫁給東吳大學畢業的 為什麼 他就很自覺 你如果聽到爸爸這樣也會問他 為什麼不能嫁東吳大學畢業的 他說 我們家就在東吳大學旁邊 這裡有沒有在座 有沒有東吳大學畢業的 沒有啦 還好 他說 東吳大學畢業的男生 這是以偏概全 因為他有偏見的注意力 他說東吳大學畢業的男生 都要撞球 只會撞球 撞球都會吃粉 所以身體會不好 所以撞球的小孩都是壞小孩 所以他說東吳大學畢業的學生 沒有什麼出團 結果他每一次交男朋友 第一件事情就問他 問他什麼 你是不是東吳大學畢業的 你是不是中國人 不是 才跟他交 才跟他交往 結果這樣子 戳妥了 一直戳妥到三十幾歲 他們爸爸說 你怎麼會後來交 他說我有交啊 每次交就沒有結果啊 每次交沒有結果啊 我喜歡的人 要不一定喜歡我 結果他們爸爸就說 我這個工廠有一個工頭 很認真 沒有我介紹給你 他就看 不吃粉 不過會補兵人 他看一看 他就覺得補兵人 他就是台灣人 他就這樣感覺 中國人比較不會補兵人 所以他爸爸說 那一定是台灣人 看起來說得很粗 但是人很好 把他們工廠管理得很好 做事很認真 爸爸既然這樣交代 我都嫁不出去了 後來跟他交往 他只是面額心善 臉上看起來洶洶 但是很好他就嫁了 嫁了以後呢 就生了兩個小孩 有一天他們家族在聚會 怎麼都沒聽過說你們的親生 他說我們的親生 都過往下了 都沒在 是為什麼 他說等等等等 就是很多的原因嘛 他本來不願意談 然後呢 他就問他說 老公你是哪個高中畢業的 他說沒有 我有念到大學 他說你有念到大學 那你哪個大學 我東吳大學畢業的 他聽說 啊 繪花 然後他就問他說 老公那你 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他說我是中國人啊 我說我多姓啊 你如果台語講的 我就說 我從小的時候都台灣人 我台語當然也說得很好 他說 爸 他臉色綠一半 爸 我們現在跟我們的兒子都半生了 他不然說千算萬算千選萬選 怎麼選都不會選到 那個看起來最不像中國人的中國人 最不可能是中國人的中國人 這叫注意力 各位這叫注意力 注意力不管是好的是壞的 當你 你有沒有發覺 當你越去排斥他 注意力有相等的力量 有時候甚至更強 你越排斥他越吸引 我叫各位 各位現在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我請教一下各位 開始問各位 現在不要想藍色 千萬千萬不要想藍色 絕對不要想藍色 好睜開眼睛 你現在心裡面是什麼顏色 藍色耶 為什麼 潛意識沒有辦法分辨真假 他只有聽到藍色 藍色 藍色 我會跟你講一遍兩遍三遍 講的藍色 我叫你千萬不要想綠色 你會想到什麼顏色 綠色 很奇怪馬上跳出來綠色 我叫你千萬不要想 偏偏要想 你有沒有發現小孩就是這樣 我從小教育小孩子 我都不會教他們說 那輩子不要去 我一定讓他去試一次 那個火很危險不要碰 我一定親手把他抓到那個火上面 讓他燙一次 很會燙耶 神經反應會收回來 那個不能碰 所以他從此以後 他再也不會去玩瓦斯 他幹嘛玩瓦斯 沒事去給火燙 真的啊 我都會這樣子訓練他們 我告訴他們說 那個出來是熱水不能碰 我當然不會給他們碰全部的熱水 但是我會把一杯熱水到那邊 這是從那個孔出來的 你的手去摸他 他會摸被燙到 他知道那個熱水不能碰 你叫他絕對不要去碰 我跟你講你不在家的時候 他就給你玩火 就給你玩熱水 我妹妹就是這樣子 整片燙傷 因為那個阿嬤說 絕對不要去碰那個煮好的熱水 他哪會想到 他口渴就看到水壺在那邊 他整個拉下來 一拉下來從這裡淋到這裡 整片這裡全部燙傷 還好那時候他還懂得閉 沒有毀容 只有胸前一片 所以他在夏天他都穿這麼高領的衣服 從小看到那個我就知道了 你不要告訴他小朋友 小朋友絕對不要做什麼 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在花蓮玉里的鄉下長大的 但是我不是高砂族 很可惜 因為人家常常講說 我們那個平埔族欺負高砂族 我跟你講我都被高砂族欺負 我們那時候坐公車去學校 他們在講話我都聽不懂 我說我可不可以跟你們學你們的語言 他說不要教你 嘿嘿很高興他不要教我 所以他們阿美族在講什麼 我都聽不懂 但是我從小跟阿美族他們一起長大 從小我在山邊長大 在水邊長大 秀國蘭西的源頭 我媽都跟我講 山很危險水很危險 我在這裡演講的時候 我爸爸我叔叔他們才知道 你小時候都帶他們去秀國蘭西 玩這麼危險的遊戲 我說因為你叫我們不要去玩 秀國蘭西很危險不要去玩 你說小朋友夏天這麼熱 怎麼可能不去碰水呢 所以我們一定要秀國蘭西 找那個比較刺激的 看高砂族他們怎麼玩 我們就跟著玩 很正常 他們會跑到藍水壩 跳進去讓水沖出來 時速80公里 然後到藍水壩多舒服 那真的很危險 你看到他們跳你不會跟著跳嗎 他們跳都沒事就沖出來 你不會跟著跳嗎 我們也跟著跳 他們游泳圈在泛舟好簡單 我們也跟著泛舟 所以從小就在秀國蘭西裡面 玩水長大的 危不危險 現在長大想一想 我也會叫了小朋友不要去玩 因為太危險 會死人的 現在想想的很怕 在那時候擋都很擅長 這是每一個人生經歷的路程 好 我們回到正題 我們看第一堂課 是不是講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為什麼不正常 我們到國外去就知道了 我們只要一到國外代表 奧運代表隊參加比賽 他們用什麼名稱 中華台北隊 對不對 中華台北隊嘛 為什麼不能用台灣隊 為什麼不能用中華民國隊 為什麼不能拿國際 為什麼都要拿五環旗 有沒有去想過 沒有 在這裡教育 因為我們是被欺負 我們被中國打壓 被中國欺負 對不對 他總會合理化的藉口告訴你 你去外面找那些 我甚至跟律師常常在聊天 他們就 從頭到尾就是 中華民國怎麼教 那你就怎麼說 我說 那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是這樣 中華民國打壓我們 難道沒有人 會按照國際的法理 按照萬國公法 遵照法理來 沒有一個國家 像德國 你知道德國到現在 德國總理梅克爾 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的名言 猶太人的利益 就是我的利益 猶太人所有的 他們的福利 就是我們德國人 最需要去爭取的 他們在面對錯誤 他們面對錯誤 他們去承認錯誤 所以他們從頭到尾 就把以色列當作 他們最重要的 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國家 梅克爾 他勇於面對歷史 好 那美國這樣欺負我們 難道美國都沒有辦法支持我們嗎 為什麼還要把我們提出聯合國 為什麼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為什麼到美國去比賽 我們也不能用中華民國 美國最強了 他最大了 不是嗎 如果這樣子的話 甚至有教授在講 美國他如果遵守國際法理 全世界都會跟著遵守國際法理 美國不遵守國際法理 他違規 大家也都會這樣子 睜一眼閉一眼 那如果美國要遵守國際法理 我們去美國 比賽是不是可以用中華民國代表隊參加 是不是 美國他就是遵守國際法理 所以絕對不能用中華民國代表隊 因為 因為 Chinese Taipei 全文叫做什麼 各位有上過了嗎 Chinese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一個 Government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In Taipei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完整的名稱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有沒有打敗波蘭 有沒有打敗法國 有沒有 所以法國也流亡了 波蘭也流亡了 這兩個國家政府都流亡 流亡到哪裡 各位有學到了 流亡到 英國倫敦 所以那時候倫敦有三個政府 一個叫做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英國流亡 沒有 英國沒有流亡政府 英國政府在倫敦 對不對 各位都還蠻專心的 還是聽到我講英國流亡政府 都沒有人有反應 我講太快了 所以 法國 波蘭 英國的政府都在倫敦 我請問一下各位 現在 法國政府他們要選舉他們臨時的總理 他會去叫英國倫敦的市民去投票嗎 波蘭的流亡政府 現在在英國倫敦也要選舉 他會叫法國那些臨時政府的人去投票嗎 不會 那請問一下 流亡政府要怎麼樣才能不再流亡 對啊 回到他自己的國家就好了嘛 不是嗎 現在就是可憐的中華民國他回不去嘛 為什麼回不去 在南京就有一個石碑了嘛 我們溫老師是不是有在那個南京那個 都有給各位看到嘛 南京大屠殺什麼各位也都看到嘛 他裡面就有講到嘛 1911到1949 不是嗎 所謂的1911到1949代表什麼意思 對啊如果他還在正在進行事 他會是1911 dash後面是不是空白 美國建國到現在200多年 他會不會寫 他是189幾然後dash到現在2014 他會不會 不會啊 誰會這樣那麼笨 只有中華民國會自己笨到寫1911到1949 不是他們已經滅亡了 所以他們已經滅亡了 他們就一天到晚想要借屍還魂 不是嗎 所以你用這些比較清楚的 簡單的講給你的朋友聽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你不要把他想得很困難 我常常問這樣子 我們不是要贏他 我們要他的目的是 你要了解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現在完全沒有辦法自我認同 你沒有identity 你沒有辦法自我認同你自己 為什麼 因為你被人家貼了很多標籤 你心裡面有很多的標籤 中華民國 你是中國人 你是半生 你是什麼 你被貼了一大堆的標籤 所以你有很多的信念的桌角 信念的桌角 那些桌角讓你根深蒂固的相信 你是中國人 各位來到這裡突然醒過來了 你要知道外面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所以他沒有辦法適應 我們用他聽得懂的語言 用他聽得懂的邏輯 去跟他分享 你說你是台灣人 你要怎麼證明 我甚至連律師我都這樣問 你是台灣人你怎麼證明 我們可以這樣問他 你當然不要很臭屁 你不要很強勢 你是很誠懇的問他 你用的身份證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 你用的鈔票呢 中華民國 你用的護照呢 中華民國 你看到的所有的東西都寫中華民國 那你怎麼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 你不是從中國移民過來 這我知道啊 我當然知道你知道 可是我們昨天在講 那些證明你要DNA 難道你要去驗DNA 我是M174路線移民到台灣的原住民嗎 你要不要去驗一下你的唾液 看一下你是不是M174路線來的 各位還記得昨天嗎 我覺得各位昨天很認真在聽講 所以應該都有記得 那除了M174還有多少路線 各位知道嗎 不知道 回去上那個geography 他們的那個 國家地理頻道那邊去看 上面很清楚 那我們是M174 我們從M174路線過來到這裡 我們土生土長在這裡五六萬年了 我們有我們的特徵 郭老師 我們的郭鴻斌 郭教授都有提到 我們有特徵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手背彎起來 我們會有一條線 然後我們的腳趾頭 我們的背站 等等的 他有告訴我們 我們有很多我們自己 M174路線過來的特徵 這是騙不了人的 好 我講到這裡 先讓各位知道 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不正常 第一堂客句 讓各位很清楚的知道 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不正常 他要怎麼樣才能夠正常 他要全部的台灣人醒過來 我們1800萬人 如果真的都醒過來了 他再怎麼樣拼 他再怎麼樣騙都騙不下去 所以我們要透過各位 口耳相傳的力量 這個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從以前也都不相信 因為我從以前就學到 我們的民族的救星 歷史的偉人 是那個一家都是賊的人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誰說的 各位知道嗎 蔣家一家都是賊 誰說的 杜魯門 美國總統 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總統 他親口說的 蔣家一家都是賊 為什麼我會這麼認真的告訴各位 為什麼會那麼咬牙切齒 他真的很懦弱很膽小 什麼叫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 歷史的偉人 應該大無畏像甘地一樣 像曼德拉一樣 他至少讓全人類都記得他 像德雷莎修女 他不是 他那時候戰敗了 他在重慶他不敢來台灣 他帶他所有的基要秘書 我們現在解密了 我們告引美國 我們的基要秘書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從戰爭史 看台灣的地位 我現在講的裡面的內容 都在戰爭史裡面可以看得到 你上官網 左下角那邊有個台灣戰爭史 裡面都有 裡面的其中一篇 那時候 月黑風高 他們一群人坐飛機 從重慶直接飛到澎湖馬宮 躲在那裡 不敢來台灣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美國麥克阿塞將軍 麥克阿塞將軍 派誰來台灣 他第一個派陳怡來管台灣 管行政 派誰來管台灣的軍隊 台灣的軍事 派孫立仁 所以台灣那時候有陳怡跟孫立仁 陳怡跟孫立仁在台灣 蔣中正如果來了 蔣介石如果來了 叫做流亡政府 他不敢來 他也不知道到底他會不會繼續流亡 所以他就開始在馬宮開始運作 他運作得非常好 他們那時候情報系統做得真的很好 宋美玲直接飛到美國 美國呢 台灣 美國那時候中華民國有個大使館在雙向園 各位知道嗎 雙向園 在開記者會都在那裡 宋美玲飛到美國 是不是應該住在那附近 或者住在高級旅館 結果很厲害 宋美玲沒有住在高級旅館 他也沒有住在雙向園 他住哪裡各位知道嗎 他住在白宮 厲害吧 這就是蔣介石厲害的地方 在各位以後可以看到幾名文件 他住在白宮 所以羅斯福最後就 所以杜魯門才會說很可惡 來欺負我們的美國總統 用中國美女來欺負美國的總統 然後孫立仁就從台灣飛到澎湖 去找蔣介石 我們永遠效忠蔣總統 所以他就來台灣了 他來台灣之後 他剛開始 他把台灣人當做什麼人 各位知道嗎 他一剛開始把台灣人當做日本人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已經很多人 我們的祖先很多人都已經改成日本名字 所以他那時候嚴格要求 你只要是日本的名字 就全部的財產沒收充公 日本人都要回日本 不准留在台灣 這是非常違反國際法的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他沒有權利 把在台灣的日本人 在台灣的日本台灣人 趕回去日本 改成日本名字他沒有權利 但是他就是開始趕回去以後 開始讓很多人開始心生反感 所以那時候我們台灣有一群人 就跑到日本 請我們日本母國保護我們 所以才會產生的228事件 228事件死沒有多少台灣人 有日本的戶口 到後來在台灣去清採以後 那戶口不見了 只有22萬5千人沒有多少 22萬5千個台灣精英 台灣的這些醫院的院長 這些台灣的這些讀書人 知道要去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跑去日本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殺無色 我們的蔡財源委員長 政治局委員長他說 那時候他被關在台灣省 警備總司令部在台北 他關在地下一樓 他被拷問 言行拷問 拷問到半夜 很想睡覺 趴在座上睡著了 突然傳到地底下 地底下傳出來哀嚎 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欸 我坐電梯好像坐到地下一樓 哪有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他說有欸 那阿兵跟他講 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要走樓梯沒有電梯 下面是什麼 下面就是你們台灣人啊 比較厲害的啊 都這樣很壯的啊 所以那時候那些老兵在那邊練手力 掐死一個五塊錢 放水樓 沒有一整排放在海邊 每個人腳上綁鐵釘 這是親身的 有人剛好沒有被 他就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連帶這樣一直射擊這樣 讓他們全部跌到海裡面 剛好有一個人可能提前掉下去 一個人沒有被射到 他掙脫那個腳上的鐵釘 然後爬上來 親身講這個故事 對啊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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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唸書 只要有唸書 這個太多了 我們聽過很多長輩都講過這些故事 所以我們年輕人要很清楚知道 中國人他根本 他覺得說我們是很優越的民族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所以他想要讓我們滅族 第一個 讓我們學講中文 不再學日語 他第一個 改變你的語言嘛 改變你的文字嘛 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你看 我們長人把 去到那個 碼頭 去迎接 中國的軍隊 進來台灣 他看 他看 整個都拿去 怎麼這樣迎接 他看到穿著非常整齊的日本人 都穿著整齊的日本人 上船 然後呢 下船的都是那個 背著那個 穿操的 他說 這是什麼總控 我們迎接 回歸 結果好像迎接一群難民 他們本來就是難民啊 只是因為他們有槍有子彈 然後開始去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 改變我們的文化 改變我們的思想 一直給我們毒化 所以昨天 潘老師第二堂課 是不是告訴各位解讀與解讀 各位都很清楚嘛 他有很多的邏輯 開始跟各位去思考 你用邏輯去思考 你就開始會去思考一些問題 你開始去想 你到處都可以看到 他們欲蓋彌彰的事實 你會開始會看得懂新聞 你開始可以了解說 到底他給我們的是什麼 他所有的資訊 他們很擅長的 他們有一定有學的 他們擅長轉移注意力 每當一個議題發燒到 沒有辦法他們去轉移另外議題 沒事就讓林醫師報一下 大家就看到 要求我怎樣怎樣 你轉移了另外一個議題 他說用一個議題去轉移另外一個議題 轉移你的注意力 當你發現了 你越接近真相的時候 他就越一直把你蓋起來 快靠近真相 我祭出戰爭法 戰爭法是什麼 這個國家的人民 他不順從佔領軍的意志 佔領軍的意志 就是他的意志 所以不順從 我就格殺無論 你發現真相 你沒有辦法有機會講出來真相 如果現在各位 還在戒嚴時代 我們有機會嗎 一點機會都沒有 你來上課 你都用假名假電話 然後你還很擔心出去會不會有危險 現在不一樣 現在美國 歐巴馬 他想要在他的任內 解決台灣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就算在警察局旁邊 開我們任何的一個郡 我們上面掛著 歡迎美軍親自執行佔領 中華民國也不敢講話 為什麼 你會發覺很多 其實我們台灣人欺負我們台灣人 我開著我的車子掛上紅牌 我看我們台灣人把我 我覺得很可憐 自己台灣人 我都不想理他 你掛什麼人在那邊罵 你那個中國的走狗 奇怪 我掛紅牌是中國的走狗 他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對啊 因為紅色是中國的代表色 誰規定紅色是中國的代表色 紅色就是我們現在被佔領中 所以沒辦法 我們只能用紅色 對啊 你會發覺很多無名的人 無知的人 我們不用去跟他們正面衝突 不用去跟他們打 不用 我們有郡守 拿著那個 在台北城拿著這個 歡迎美軍親自執行佔領 然後跟老娃那邊對嗆 沒有必要 他們現在準備要離開了 我告訴各位 福建平潭 一個一個的大樓都已經蓋好了 然後裡面的管理人是宋楚瑜 而且中國的第二代都很清楚 他們現在可以到福建平潭 有免費的房子可以進住 他們可以選擇福建平潭 他們可以選擇金門 他們可以選擇馬祖 當然他們也有機會選擇留在台灣 但是他們的條件不一樣 他們也不可能當 像以前接受什麼中山獎學金 各位知道嗎 講到馬英九 我不要去批評他了 他根本就考不上建國中學 他也沒有念上大學 他也是那家大學 唯一沒有考上律師的 他有多厲害 然後因為我們很多的女同胞 因為他很帥 千萬不要因為他帥就投給他 好 美國總統有台灣的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循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的機會的正常化 所以台灣民眾的主張 遵守國際法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究竟在和平條約 請問一下 這裡面哪一個條約 是全世界都要主張 比全世界憲法還大 各位知道嗎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大於全世界 全世界大家都一樣遵循的道理 全世界一起遵循的道理 所以現在 戰爭法 全世界都承認 他就類似於萬國公法 第一個 佔領不得余轉主權 如果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美國現在很大的 伊拉克也是他的 伊拉克打掉也他的 伊拉克打贏科威特 他順便把科威特一起戰了 伊拉克打贏科威特 科威特變伊拉克的 他在打贏伊拉克 伊拉克跟科威特都變他的 不是這樣嗎 所以都變爺 很簡單 所以你們就向上打 打完我就來打 打贏伊拉克全都中款 是不是這樣 美國有一個很厲害 他欠那個國家錢很多的時候 他會挑起戰端 比如說西班牙那時候 他欠他很多錢 他就跟西班牙大打一戰 他打贏的錢都不用還 因為西班牙要還他戰爭債 他順便把西班牙的這些 有的國家都佔領了 他佔領西班牙哪些地方 各位知道嗎 第一個叫菲律賓 有聽過了 第二個叫什麼 波多黎各 第三個叫古巴 第四個叫關島 他有哪一個把它變成他自己的國家 關島 只有關島 為什麼菲律賓沒有辦法變成他自己的國家 為什麼波多黎各 沒有辦法變成他自己的國家 為什麼古巴沒有辦法變成他自己的國家 因為萬國公法 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已經是 某個國家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或這個國家 他有他自己的住民 他有自己的民族 他沒有辦法去移轉他的主權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日本打贏了 中國割讓給日本 割讓哪裡 台灣 澎湖 還有勒 韓國 遼東半島 那為什麼在十天之內 那馬上又簽了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遼東半島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世界各國都在抗議 他為了要遵守萬國公法 日本是一個非常守法的民族 各位思考一個很簡單 我 我常去日本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日本都沒有交通警察 台灣連義交都那麼多 台灣的義交交通警察都那麼多 奇怪 我們是日本統治的 我們怎麼這麼多交通警察義交 大家都不守法 還是一樣亂闖紅燈 紅燈都僅說參考 不是說聽有些笑話 警察抓到他 他說你沒有看到前面紅燈嗎 你幹嘛闖紅燈 有啊我有看到紅燈啊 可是我沒看到你啊 我看到你我就不會闖了啊 我有那麼笨嗎 這很奇怪 這是事實 我那時候 有一個台灣的教授 到日本去講學 交換教授 結果台灣的教授 去日本找台灣的教授 他一會去到東京 日本教授 開車來接 日本的台灣教授 日本的台灣教授 開車來接他 待他東京玩了五天 下個月又有機會到日本去 結果這次是日本的教授來接他 日本的教授坐地鐵來接他 他就給他教 他說 上禮拜那個台灣教授跟我說 你們東京很沒車位 買車位很困難 你就去鑽車 找一個人買車位 才把車子拿回到東京來開 這樣就好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日本的教授 說 我媽媽就住在鑽車 我如果要這樣 我就把車帶我媽媽去 在東京開就好了 對不對 我感受要這樣 日本人的想法 他不會這樣去想 守法就是守法 守法這個社會才有秩序 這個社會才有一個遵循的道理 所以真的是落後的民族 我不會說完 我們在講中國人 有一個中國留學生 他那時候在早期的時候 1990年代 他到法國去留學 那時候法國需要 他們想要去推展中國市場 所以非常需要這樣的人才 他很高的生意 他開始去找頭路 他都找大間的 IBM大間的公司 那大間公司 本來看到他都很開心 中國來法國留學 又會中文又會法文 我可以讓你回去中國大展長才 結果一直都沒有被錄取 一直都沒有被錄取 結果他撞不掉 有一次他就直接衝進去 我可不可以請問你 我的條件這麼好 每一個公司都說 我可以回去中國大展長才 結果你們每個人都不錄取我 為什麼 他剛剛講得很清楚 我們本來都很喜歡你這個人才 覺得你真的可以為我們在中國 帶來業務的發展 但是我們發覺 你的紀錄裡面 交通部有兩個紀錄 你有逃票兩次 逃票沒什麼大不了 因為我不熟悉法國的那個 我不知道說要買票要怎樣 我不熟悉嘛 他說對 你第一次逃票是在一個禮拜之後被發現 我們也會注意到你剛來法國 所以我們有專人教導你去哪裡買票 可是過了兩年你又被抓到一次逃票 所以從這次逃票我們認定 你過去都在逃票 那我們到了 我們把這些所有的可能一億美金 兩億美金資金交給你在中國 我們就認定你的道德有瑕疵 所以我們不會用你 那中國留學生自己心知肚明 他怎麼可能只逃這兩次票 他只是被人家抓到兩次而已 其他都被他躲過了 不是嗎 人就是這樣子 善小 你覺得善很小你不為 惡小你就為之 佛經裡面也常常在講 善小不為 福以遠離 惡小而為之 或以將至 因為你開始養成那個習慣 你就會開始告訴你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你就不會遵守 國際法 萬國公法 美國有個好處 你告贏他了 他就會遵守國際法 他就告訴你 台灣人民生活在政治煉獄 台灣人民沒有主權 台灣人民沒有國籍 他要一步一步讓台灣人民 擁有主權 擁有國籍 這是他遵守國際法 現在在做的 我們就是配合他 我們全力去支援他 讓我們可以很快的 把中華民國趕走 其實中華民國早就要被趕走了 當他把所有的台灣人 變成中華民國國籍的時候 世界各國就在反對了 那時候他們就去詢問 他去詢問菲律賓總統 可不可以讓蔣家父子 這是蔣經國親自寫給蔣介石的 他說爸爸 美國要我們繼續流亡 他覺得我們流亡政府就要繼續流亡 他們要叫我們流亡到馬尼拉 馬尼拉的菲律賓總統 他講的很簡單 他說可以 我可以讓他們流亡到馬尼拉 但是期限兩天 因為太賊了 所以兩天之後可能 整個馬尼拉會被他天翻地覆 所以兩天他就要走 這就是蔣家一家都是賊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美國他就沒有辦法 剛好遇到南北韓戰爭 所以有時候 他就有那個狗嚴殘喘的命 他就一直狗嚴殘喘 狗嚴殘喘 到現在 到現在呢 再過個五十年六十年 台灣的小朋友不知道了 我告訴我的女兒 所有的 我剛開始也不知道 剛開始我慢慢接觸到這個 我醒過來之後 我告訴我女兒 我女兒到學校告訴她同學 台灣沒有光復節 她同學都跟她比什麼手勢 各位知道嗎 她同學這樣跟她比 很可悲 講真話的人 耶穌基督從頭到尾都講真話 最後呢 被吊上十字架 所以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真的要開始 從各位開始 我們從這 我們現在的 目前的三千個人 四千個人開始 讓台灣人全部的都醒過來 再來我們再看到 我們美國華盛頓DC的記者會 親自有去參加 我們會看到 世界各國的人 都在支持我們 再來你看到我們林耿麗林老師 提到國家變變變 你會更清楚去變明真相 不是嗎 所以 透過這些的訓練 各位現在越來越清楚 所以各位開始要用 我們學會內化之後 當你戰爭史看得越多 你越內化 你越懂得用它的語言 我們講真理 我每次上課都會問各位 請問一下各位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你現在知道嗎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為什麼 為什麼知道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你要開始有這個概念 對啊 如果一剛開始是錯的 你一開始中華民國在台灣 根本在國際上都不承認 你再怎麼把它做對 再怎麼樣欺騙台灣的本土台灣人 到最後他會變成對的嗎 一百年兩百年之後還是錯的 始終出去就是中華台北代表隊 永遠不可能變成台灣對 永遠不可能變成中華民國對 因為全世界都不承認 你覺得中華民國是自己離開聯合國的嗎 自動退出的嗎 不是啦 他是被趕出去的啦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世界承認 他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 那中華民國是什麼 什麼都不是嘛 因為大家都承認他已經滅亡了 你看這個國家很正常 我們邊邊都是 他們齁 他們邊邊都是中國人 一個12億人口歸一個人 歸一個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 然後呢五六百萬人歸中華民國管轄 當然全世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除非他今天自己願意改國號 說中華民國滅亡了 我改一個國號 改一個國號也不能在我們台灣的土地上改國號對不對 當然啊 他們可以到福建平衡改個國號 他們叫福建國也可以啊 對不對 改福利國也可以嘛 還是烏托邦都可以嘛 英華裔就好嘛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知道他跟我們一點關係 你要各位要搞清楚 他真的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講到如果你要講這個 講到1830年之前 在16世紀 16世紀喔 荷蘭人發現了台灣 他看到台灣是一個寶島 台灣又有蔗糖 各位昨天都有看到了 台灣有甘蔗可以種蔗糖 台灣有梅花鹿 他們荷蘭很冷 所以需要梅花鹿的鹿皮 所以呢他那時候去找明朝的 那個沿海那個類似郡守 就是他們的地方官 他說我想要來台灣做貿易 那我每年要交給你多少稅 他們那時候古代叫禁貢 然後明朝的地方官說 台灣不是我管的啊 台灣那時候16世紀不是他管的 1624年那時候不是他管的 這樣我會把稅金撈上 我可以直接打烈梅花鹿 然後種蔗糖 然後就銷到我荷蘭去賣嗎 那時候在荷蘭 蔗糖比金子還貴 我可以直接銷去嗎 他說不是不是不是台灣有人管的 地方官說台灣 台灣有誰管 台灣你要繳稅給日本人 因為是日本的幕府將軍在管台灣 所以那時候我們 荷蘭每年進貢3萬張鹿皮 給日本的幕府 你請問一下16世紀台灣是誰的 很簡單嘛 那時候生渣生涯 日本那時候擁有台灣的主權 那為什麼後來他們會離開台灣 因為他們實施了進海令 突然把人都撤退回去 才被滿清趁虛而入 那滿清趁虛而入之後 他到底有沒有完全佔領台灣 你認認哪從來沒有 他的台灣地圖長的什麼樣子 各位昨天有看到嗎 一條蚯蚓 只有西邊而已 東邊他根本打不贏 他看到我們的 他就走到那裡 你看到那個賽德克巴萊那個電影 你去看多驕勇善戰 滿清的阿兵哥 他們想說他們要 那個潘老師不是 那個潘老師不是 過台灣 十個 十個什麼 他說七個什麼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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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正他們的血脈 留在台灣 只有一點點 因為 東山有東山 講不東山罵 他講的這些 所以你知道在台灣真的很少 所以那是講台灣人 怕死 愛錢 愛做官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 不是 最以前的台灣人的稱呼 台灣的高砂組這些 他們都稱呼 他們 非常驕勇善戰 我管理什麼日本兵 有什麼洋槍利炮 我跌股股肚子都來拼 一把翻刀 你們看 我看那個電影 我就真的很佩服他們說 我們打不贏阿 那個小朋友十一歲 今天在屏東 明天就在台東 然後後天又在花蓮 我們根本不可能行軍轉進的那麼快 他到底是什麼 在那邊出現 每一個軍隊看到他 他有分身喔 他可以這樣跑來跑去 他那個傳令兵速度多快 他可以今天傳令說 那邊還有多少部隊 那邊有多少部隊 一下這樣 日本根本追不上這樣 有沒有看到 那是我們的驕傲 我們以前跟他們一樣 我們平埔族以前跟他們 我們也是台灣的一族 結果平埔族被漢化的最嚴重 我們都是平埔族 我們被漢化的非常嚴重 我們連我們的 他們至少還會講 他們的高砂族的話 阿美族的話 然後那個什麼 賽德克巴萊 他們的話他們都會講 我們會不會講希拉牙語 不會 我真的希望以後 執政以後我有機會 我想要去賦育我們的希拉牙語 我知道找得到 我們有開始有一些教授 他們在找我們的希拉牙語 一定找得到的 只要你有心 所以 你看台灣民政務的主張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就像我們常常在講 馬英九常常在講 他的綠卡失效了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的駕照 你拿了之後 如果你沒有酒駕被吊銷的話 你的駕照會失效嗎 不會啊 綠卡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有拿過綠卡 我們很清楚他不會失效 你就算停效了 800塊美金就負效了 舊金山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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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 有人說 民進黨某位大佬 姚先生 他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失效了 你有沒有聽過 在定立一個 那個和平條約去推翻 舊金山和平條約 有沒有聽過在國際上 沒有呢 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幾個國家訂的 超過50個國家 那時候有沒有中國 沒有 為什麼沒有中國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到底誰是中國 講到中國 他們從頭到尾都很複雜 我們講中國那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國 到底是對日本宣戰 還是對美國宣戰 各位知道嗎 那時候有四個中國 有兩個對日本宣戰 兩個對美國宣戰 他們自己先打 毛澤東跟林森 不包括蔣介石 因為蔣介石 那時候在林森那裡當行政院長 毛澤東跟林森對日本宣戰 汪精衛跟滿洲國對美國宣戰 所以他們自己要先喬 所以他們自己是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民族 我們盡量跟他劃清關係 以後我們跟他的關係是什麼 各位知道我們以後跟他的關係 我們以後跟他的關係 我們以後跟他的關係就是 做貿易而已 以後也不會有北京話 以後北京話 我們會列為大學的選修學分 以後我們的 我們正在語言 第一個要附位的就是日語跟英語 英語是國際共用的 所以我們的教學以後是雙語教學 雙語教學是教日語跟英語 這是我們以後的政策 那我們現在 各位剛剛講到地吸引力 各位也都知道注意力了 你吸引什麼他就來什麼 你現在開始去想像 我們要執政了 你要告訴自己 我們的身份證即將到達41萬張 你要告訴自己 我現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我們上完課以後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你上完課以後回家 繼續做你的工作 等執政 等著當我們民政府的高級行政官員 但那個黃金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 真的不要等 你要開始去宣導 你剛開始一定會遇到挫折 很奇怪 剛開始講的時候 怎麼講就不會練到 因為你太習慣了 你太習慣中華民國的語言 所以你會沒有辦法去思考到你現在的那個 你好像一個出生的嬰兒 你要記得你現在在學走路 你不要還不會走就想要飛 我們都是經過一段的路程 先學會走再學會飛 你想說 至少像連老師這樣子 從頭到尾這樣講到他 他會不會行動 不一定 我不會這樣講那麼多 我去外面幹嘛講那麼多 我只會很簡單的告訴他 你敢有辦法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是不是台灣人 我跟律師也這樣講 他都會這樣講說 是啊 你怎麼證明 我就開始拿出台灣民政府身分證 你就是要叫我辦這張身分證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叫他辦身分證 我通常都欲情顧通 他就越這樣我就說 沒有 你要辦 你不用辦 我真的都這樣跟他講 你不用辦 他說那你跟我講幹嘛 我說我讓你知道 你是本土台灣人 但是你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你不是本土台灣人 我才是 對啊 我這樣跟他講完以後 他說那我要怎麼證明 我說我沒有叫你辦身分證 很快你會排隊來辦 為什麼 因為美國軍隊進來了 美國軍隊現在說他要親自執行 叫你台灣 台灣現在要開始分 中國人 美國在台灣的人 然後台灣人他要開始分 還是不然說他要開始分了 到時候你就會主動跑來辦 我跟你講那時候你要排很久很久 你本來就要排很久 我們辦身分證的地方不多 然後每一件身分證送到美國 親自送到美國 我可以很確定告訴各位百分之百 我們是送到美國去辦的身分證 所以都要時間 然後我們一次只能辦一千張 現在辦可能一個月下來 我跟你講可能在三四個月後你要辦 一年都不一定會下來 來不及 對你會有什麼影響 有 你的錢都不能用 很可憐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 就是四十萬換來換一塊 為什麼四十萬換一塊 你要慢慢的告訴他 人很奇怪 牽涉到自己的 他說辦一張要多少 不會 我會跟他說 辦一張要一萬七千塊 怎麼這麼貴 對啊 你辦完你就可以見面 你辦完你要想不想 想不想享受更多的福利 你想不想更了解 把你的福利告訴你的親戚好朋友 你想嘛 但是你不知道你沒有辦法講 權利永遠是給知道的人 不是嗎 義務我們都要進對不對 那我們進的到底是不是義務 當兵是不是義務 你真的要當兵嗎 繳稅是不是義務 你真的要繳稅嗎 對啊 繳稅當兵都不是義務 那你為什麼要繳稅要當兵 如果你知道這個權利 你不用繳稅不用當兵 你還可以跟中華民國 不是跟中華民國 美國軍事政府 把你當兵的錢要回來 你要不要知道更多一點 你有來啊 講那麼多幹嘛 來 你在上課你就會聽到 所有的老師 用各種不同的角度 讓你去了解 讓你了解你的DNA 所以你要讓他來就好了嘛 你的目的就要來 你跟他講的再多 他有沒有辦法拿到 高級一般結業證書 他有沒有具備中華民國 他有沒有具備 台灣民政府高級公務員的資格 沒有嘛 所以你跟他講再多 沒有用耶 因為他沒有來上課 所以你不用跟他講再多 你的目的就是讓他來到這裡 來到桃園縣歸山鄉 什麼 園林坑路100-1號 這是你的目的 這樣才有更多共同的夥伴 你既然說得再多 你能像每一個講師 這麼精闢的 透過每一個角度 講給你們 講給每一個學員聽嗎 你有沒有覺得 這三天下來 你們都物超所值學的 都超過這六千塊 超過啦 我講真的 我們一場演講 真的都好幾萬塊 你們都要繳費的 你光想就知道 你今天學到DNA就夠了 我低吸引力 不管是好的壞的你都會吸引他 所以你開始要正信正念 你開始要告訴自己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真的是本土台灣人 因為我是從M174路線來的 沒有你可以去驗個你的唾液 讓自己很清楚 所以當歸納整理到最後 你會清楚知道說 我們不會使用武力 不會使用暴力 但是我們用各種方法 讓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我們的紅色的車牌已經在路上跑了 我們的旅行政見 也在即將的不久就會開始 那個辦理 然後發證 你可以到世界各國 很清楚的帶著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旅行政見 你們會去上網去看到 戰爭史裡面就有一篇 叫做法理學院必修教材 好像是292篇 因為時間關係 我還沒有講到重點 我們就快結束了 台生幫我放那個 戰爭史的必修教材 所以現在趕快下課 趕快去報名下一期的高級班 這是台民政府法理學院上課必修教材 在戰爭史好像第292篇 我印象中是這樣 你們一定要去看完 這是一些基本概念 當初怎麼 琉球模式是怎麼樣 返還日本 台灣就是要尋 這樣的模式來返還日本 各位真的時間不多了 我很認真的告訴各位 你如果希望你的下一代 我希望我的女兒 可以念到正確的歷史 我不希望說 一百年兩百年之後 再來把歷史矯正 我們昨天都有聽到 我再告訴各位 我第一堂上歷史課的時候 老師就告訴我們 你念到所有的歷史 你念到教科書 除了人民是真的以外 其他都是假的 老師這樣跟我講 然後你去念的那些小說 除了人民是假的之外 其他都是真的 歷史小說 因為那些高官都會歌功頌的 都會寫他自己的好 你看到 我問各位 你念中華民和教科書的歷史 都是假的 都是真的嗎 全部都是假的 每一個都騙你的 蔣介石是民主的救星歷史的偉人嗎 我們有八年抗戰嗎 我們有這些 你看到這些 你開始都會去打一個問號 因為他都是假的 可是你看到 坊間在寫的 那些小說 除了人民是假的之外 其他事件都是真的 這很諷刺 難道你要叫你的小朋友 一天到晚都活在 假的歷史裡面嗎 所以真的要靠各位 找方法 不要找藉口 我們找方法 怎麼樣讓我們很簡單的 讓人們 來到這裡 坐在這裡 讓我們本土台灣人來到這裡 坐在這裡 去學正確的歷史 真正的把自己的思想 改造 行為改造 你的命運就會跟著改造 我在這裡誠摯的呼籲各位 我們回去之後 都回到州裡面參加活動 在州裡面都有這樣的研討會 政治局也都有這樣的研討會 在研討法理 讓各位的法理功力 知識更好 讓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怎麼樣 把中華民國 逐出台灣 讓台灣 回到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治理之下 讓台灣回歸正常的國際地位 讓我們可以大聲的說 我們是福爾摩沙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好 大口休息 謝謝 感谢观看